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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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我跟大家講說我是在做法師 大家說你是在做剪頭髮嗎 以前我在工作的時候 我游覽過亞麻綠啊 就是各式各樣的顏色 我的師公說平常生活是生活 但是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就是要有工作的樣子 以北部來講的話 北部說真的跳中奎的很少 以正統我們說的法師的跳中奎很少 幾乎都是戲班在扮演中奎 真正做法師的應該是沒幾個 沒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真的撐不下去 其實我這一段路上面 其實遇到了很多的關卡困難 有試圖想要放棄 我們當天做的王者的老婆 在一年前先離世 之後這個王者 在還未未滿一年的時候 在屋子裡面上標 釣死往生的 他的願令都沒有辦法解 會留在當地 成為地附林 法師就會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是送霸掌 為了尊重死者 也尊重往生者的家屬 因為不能夠直接講 跟人家講說他是釣死的 因為霸掌的那個形狀 就像把它釣起來一樣 相傳親身的怨靈會抓交替 因此上脈掌時 強調生人誤盡 還有諸多不可侵犯的禁忌 等一下上去上面 不要亂講話 不要叫名字 因為他是煞臭 等一下平安放在身上 之後 那個金龍鋪綁在腰上面 保身 自己調到肚臍的位置 因為肚臍是要保護 我們原神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是叫做 金龍護窯的意思 就是說要 因為有煞氣 不要讓你煞氣 入侵人們的身體 監管法師嚴正以待 現場還是發生了 難以解釋的現象 甚至金老神明 親自降價處理 鍾葵老爺突然駕到 彷彿他冥冥之中 一知有狀況會發生 只見鍾葵代言人 陪同大家 前往事發的地點 還一一檢視屋內各個房間 才指示工作人員動手 開始去 往生者親身用的門樑